日本人的最爱牛胖 是高纤维高营养的食材 今天要介绍用一条牛棒 就可以变出三种的吃法 精致美味又经济实惠哦 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郭力清 习惯了当地的料理手法 与严谨的烹调态度 每一次上菜啊 都用最诚挚的心意 打造出台日融合的素食饗宴 现在先吃饭 健康得来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矿工的女儿 丽清师姐 师姐你好 阿珍师姐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他们说你是矿工的女儿 那么爸爸以前是 金矿工 所以在他那个时代 我们九份的金矿海 一直有在产 对不对 现在九份已经变成 是一个博物馆了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丽清师姐很可爱 她的故事也很有趣哦 人家边做料理边讲给我们听 那么请问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我今天做那个日式风味牛棒三吃 为什么要做日式风味呢 等一下再告诉你们 那么我先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日式风味牛棒 牛棒炒蒟蒻的材料有 牛棒 蒟蒻丝 红萝卜 辣椒 白芝麻 调味料有 糖 酥蚝油 酱油 昆布金 香油 牛棒味噌汤的材料有 牛棒 听说你在日本住二十几年哦 为什么 因为我先生在那边工作 我跟他一起过去 后来就前小孩子也过去 哦 所以也可以 这个是在那边有经常吃的 学习到的东西 这是那个日本的一般家常菜啊 一般家常菜啊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很正统的口味 牛棒切的话 牛棒因为它 它就是不用削皮 就是不用削皮 就是用这个菜刀这样子刮刮 不要用那个刨刀削皮 刨刀削皮 太怕剩 怕剩就好 用这样刮一刮 另外有一种也是可以用那个 我们洗碗的那个铁刷子 铁刷子滷滷 滷滷滷 就要水一边沖一边沖 那为什么他们日本人 就这么爱吃牛棒 因为牛棒它纤维 它对那个我们的大肠 就是蠕动比较好 好 比较不会那个 对身体有好 比较 而且牛棒里面还有 比较阻塞 比较阻塞 而且还有丰富的矿物质 对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最简单的判断法 你把皮削完 摆在那边碎就变黑了 因为黑了 因为它会氧化 所以我们削好后 我们就把它切一切 所以说它的铁则很丰富 它这次切 它这个 我们有一个口感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切断 它是乎乎乎切 对 成切断 它切一样大小的切断 这样子 对 切断后你才 直的切 你才把它直的切 切一个 切两个来 这样平平 因为我们这样 这边沿沿沸沸会燥过 切一片两片之后 你才再切这样 再切这样子 占的缩 对 占的缩 你也不去切就像手 台湾牛帆外销日本的很棒 我到台南 台南有种 专门种牛帆外销 到它那个工厂里面去看 那個牛磅是很粗 很粗 很長 然後日本人他就是嚴血 那個規格都要一樣 很好的 然後整間工廠通通都是牛磅的香氣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台灣牛磅種得這麼的好 可是牛磅太大條也不好吃 那個好嫩 太大條也不好吃 我們這個切好泡水 要剛剛好的 對 剛剛好粗 粗細 差不多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 標準是這樣 這樣比較軟 好 這個就記得常常要買來吃 這樣子你看放進去馬上隨便白 對 你如果買那個 你就可以剪一塊切平 細的 最細的部分 你可以先對切 如果剪大塊你對切 對切之後你就是切這樣 斜片 切斜片 好 就教我們煮湯的 就是熬湯 就是一條牛磅裡面 它不同的部位 你會做不同的東西吧 對 那個味道比較小塊 對 那個我們就要切這樣 去煮湯 對 切紅蘿蔔 紅蘿蔔就是這樣切 切絲 差不多跟牛磅差不多大小就好 所以說你剛開始到日本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年輕耶 對 然後到那邊自己做料理 是不是 不是 最大小去打工 真的喔 打工也是在餐廳打工 也是在餐廳 華僑 華僑在開的餐廳 這個是 這是蘿蔔 這是蘿蔔 日本人也很愛吃這個對不對 對 他們也很愛吃蘿蔔 就是牛磅跟蘿蔔下去熬湯 熬湯 好 我們蘿蔔可以先切 切這樣子粗的 先是這樣子切片 然後 也是跟牛磅一樣 對 差不多粗粗粗都可以 形狀就是要很整體 就是讓它有一個整體美 對 這個我們也可以用紅蘿蔔 你可以切這樣子 因為你牛磅是切這樣對不對 好 有的是切片的 你也可以跟它配合在一起 所以你等一下這個料理想要是什麼樣子的 你就是把它盡量配合到一起的 對不對 好 我再拿一個碗 好 這個可以擺在一起嗎 對 這個都可以擺在一起 好 紅白蘿蔔都把它擺在一起 這樣 OK 好 這個部分好了 這個是煮湯的部分 煮湯的牛磅 這樣先下去 嗯 好 好 謝謝 這個先放下去 放下去熬湯 很香 好 再來 紅白蘿蔔也把它放下去 這個也放下去 好 蓋起來 對 慢火 慢火下去 這個固固是等一下要 生香菇 也是煮湯用的嗎 對 煮湯用的 好 很豐富 到日本去的時候去 剛開始去打工 在華僑的餐廳裡面 那也接觸到還是中餐喔 都是台菜 台菜 中餐 好 那這個金針菇的處理方式 金針菇 要教我們了對不對 我們要洗一洗 這是去頭 去頭後我們把它拔起來 你可以用這樣子剝 然後我們不都就這樣剝嗎 結果現在是 我們是都要聽到那個 你用這樣子 用這樣子 那個味道都不一樣 這一道菜是我女兒教我了 她這樣子剝 唉唷 她應該也是跟人家學的是不是 我女兒也是 她也很勞煮 很勞煮 有天分 也是有遺傳到你 我們炒牛棒 炒牛棒 好 炒牛棒看怎麼炒 我們來學了 這火不要太太大 好 這樣中火就好了 那個香油 所以用香油炒 然後用香油來炒 辣椒絲 辣椒切絲 我們先爆香一下 因為這一道菜 鍋子不用太熱沒關係 好 他們的料理都 溫溫的 用煮的 他們說的 都是這樣慢慢煎的 慢慢煮的 炒的也是慢慢的 也是慢慢這樣 溫溫的炒的 跟這個民族性 性安個性確實是有一些關聯的 真的 所以你知道那邊 二十幾天下來 多少也是有被影響到 習慣 是不是 對不對 稍微 你看也是這樣 師姐也是這樣溫柔溫柔的 這個我們先泡水後 我們把它撈起來 因為這個 要沾一點點水下去炒 所以不用撈得太乾 不要緊 其實牛飯好像 擺得不好 牛飯 放太久 它會補去 老了 變成一根木條 對啊 你如果要放的時候 你就要用補爪燒包一下 對 包起來再下去煸 我們牛飯今天就是 沾這個 蒟蒻絲 打開之後 切三段 切絲下去炒 牛飯好像說 它有的說是什麼 我現在就忘了 有的說是什麼 有的說 越煮越軟 有的說 越煮越硬 不會 越煮越軟 越煮越軟 所以我們今天 牛飯是耐煮的 需要花時間煮的 要有耐性 所以炒這一道菜也要有耐性 那我們再來就調味料 煮蠔油 差不多 就看你的炒牛飯的料 對 我吃的牛飯料 我是差不多 加差不多一 好 炒這樣子 嗯 就是大湯匙 大湯匙 三克 三克 對 炒這麼大的湯匙 好 三克 不要太鹹 對 啊 醬油也三克 因為它這個 甜鹹的甜鹹 好 啊 糖喔 糖也是 糖也是三克 好像他們吃的比較甜 是不是 對 他們重 就是 比較甜 比較鹹 對喔 口味蠻重 對對對 在日本 他們的那個牛蚌的料理 也大部分 大部分做的是 不會跟肉搭配在一起 就是很單純的牛蚌 很單純 對 它也是沒有跟肉在一起 不要齁 好 這個所以說你說這道料理 其實是要有一點耐性 嗯 慢慢的炒 你把它攪一下 攪一攪 這樣子 就是味道還 你就蓋鍋子 蓋起來 OK 好 這樣蓋起來就讓他們 讓它燜一下 燜到那個水分 稍微 對 還吸收來 吸收一點 對 吸收來 入味 好 那就算好了 起來再加那個芝麻 拌一拌 OK 好 這個先讓它滷一下 那這個湯我們就先來煮好了 好 它這個味道出來之後 就要放 放這個 來 我們這個先放下去 這個 煮一煮 這個 好 對 煮一煮 也是看分量 嗯 加差不多三四人 嗯 很棒耶 這樣子 嗯 好 加差不多 好 然後呢 這些 這些都是我們要煮的湯料 先把它放下去 來 給它煮熟 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這個炒的牛棒 我們這邊就可以 哇 你看什麼 顏色變了耶 哇 香氣出來了 這個 煮一下 那個牛棒比較軟 對 比較不會那麼硬 對 如果我們 沒有那麼硬 這個牛棒更好 硬硬也不可能 如果炒年紀 我們就是 稍微微微微熱 下一點 放了一個比較好 比較好吃 因為上面有的 吃不到口味 嘛 稍微拌一下 然後 你又把它炒下去 我們再來煮熟 好 來 我們先就要來加味噌 我用這個 看那個料 那個湯的水 差不多這個味噌 再放在這裡 好,就這樣子 對,這樣子 這樣弄那個就弄了 這樣很簡單啊 對,弄了 就化了嘛 對 不然這樣弄了 對 我發覺很多 日本方法有很多玩具 就是在廚房裡面 用的一些小道具 就是這樣,我們也以為是這樣 我們也去馬來煮味噌 你可以這樣子好了 這樣弄了 他們早上都要喝味噌湯 大部分一般都是 早上一碗熱熱的味噌湯 一個小菜 小菜就是小菜 就讓它小火再煮一下 再加一點那個... 昆布筋 昆布筋 好,還是就OK了 可以關火了 對,可以了 好,來 我超愛喝味噌湯 很快就好了 很好很好 好,這個 這個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 你看這個香氣也出來了 有那個料理米酒 加點下去也很好 也很好 再提那個味道 對,再提那個味道 好 對,好 所以他們喝清酒也是配這個 都買的 這樣子啊 對,一般人要喝酒 對 對 再加一點那個... 紅布筋 還有一個... 加芝麻 加芝麻下去這邊拌也可以 你要起鍋 再碗裡面拌也可以 所以它... 等它涼了 我們可以放冰箱裡面 變成小菜 對,你放冰箱裡面 可以放差不多五六天沒關係 好,先夾起來之後 放這邊嗎 好,對,放這邊 非常嫩 非常嫩 好 它有點比較脆 脆喔 如果再煮久一點 煮久一點 煮到軟軟爛爛爛 對... 好,隨個人的喜好來做 大家好 現在我們要上早餐了 那這個早餐不隨便上 還要擺盤 好,來 這怎麼擺呢 來 因為我們仔細要 直接切菜 比較好吃 那我們也有那個... 蘆筍啦 那個... 四季豆啦 都可以... 汆燙起來 因為今天我們用這個... 小黃瓜 小黃瓜 現在我們就小黃瓜一條 這個包 包起來 但是這是涼的喔 用涼的包喔 對,這... 牛瓣一定要冷 炒 不要熱熱包 要放冷 要放冷的時 放冷的時 現在是季節 季節剛好是有起子 起子 硬的 對,柿子 我們就包一個 硬柿子 對,就這樣子 這就算一份了嗎 我們要用那個麻油麵絲 對,就這樣子 撿起來吃 這個可以先吃啦 對 這個你要給我吃 好 好感恩喔 好特別 很特別喔 好好吃 而且 裡面的纖維營養都夠了 好特別喔 好 這個時候我們吃個生菜沙拉 牛瓣沙拉 再來一個牛瓣小菜 再來一個什麼呢 牛瓣味噌湯 味噌湯 不是就這樣吃而已 味噌湯裡面 自己喜好的那個菇類 對 因為菇類對我們身體也很好啊 很好 對 然後你那邊還要加什麼 在湯裡面 碧玉筍 碧玉筍 他們吃分的是加蔥 那我是適合要加碧玉筍 很好 清爽 然後 好甜喔 它本身就有那個甜味 早上來一碗熱熱的味噌湯 感覺這樣真的很幸福 對不對 好 已經有 怎麼講呢 對不對 有活力了 好 就這樣子 讓自己增加自己的味噌湯 好 感恩你 謝謝 日式風味牛瓣 做法是用刀刮去牛瓣的表皮 先切段再切絲泡水 牛瓣的頭尾段切片備用 白蘿蔔切條 紅蘿蔔切片 生香菇 杏鮑菇切片 金針菇 去頭 以筷子撕開切拌 取湯鍋加水煮熱 加入牛瓣 白蘿蔔 紅蘿蔔 煮稍微手軟之後 再加入所有的菇類 味噌 味噌 昆布金掠煮 洗鍋之前 再加入碧玉筍絲 即成為牛瓣味噌湯 以香油起油鍋 用溫火炒香辣椒絲 再加入牛瓣絲 切好的蒟蒻絲 紅蘿蔔絲 再加入素蠔油 醬油 糖 昆布金 燜至入味 最後再加白芝麻拌勻 取一小片的美生菜 放上小黃瓜條 炒好放涼的牛瓣蒟絡絲 柿子條 再擠上沙拉醬 包捲起來 就成為牛瓣手捲 結果吃素的那一組 天天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在吵架 然後我們冰箱全部婚食 都要把它送送人了 我從今天開始要吃素了 天天五叔果 健康跟著我 聽說妳以前對吃素的印象不怎麼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辦公室啊 比較少人吃素啊 結果吃素的那一組 天天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在吵架 因緣很多種 有些人是為了去求平安 然後吃素 也許不是真的發自內心心甘情願 對 有時候kymoji不好 就會在那邊吵架 所以妳就會覺得說 印象很不好耶 對啊 為什麼吃素還在吵架 其實這個也警惕我們 我們吃素的人 也要給人家做好榜樣 對不對 可是Hara是什麼樣的原因 妳就接觸了素食 因為我有生兩個女兒 我的小女兒 就平常會買素食回家煮 她就比較有那種概念 她喜歡吃素 我也會受一點影響 會受一點影響 我去年受症的嘛 我在97 98的時候就培訓 培訓就陸陸續續參加很多的 我們實際的活動啊 然後就如素啊 就一定要吃素啊 結果吃了 覺得還不錯啊 感覺很好啊 就有點習慣了 就我有參加大愛媽媽的那個課程嘛 有一個阿婆 阿婆幾歲了 阿婆大概70歲有人 我們都到學校去無獨由我宣傳嘛 她就提了一個大袋子 阿婆妳今天幹嘛 大那個袋子要幹嘛 我去菜市場買菜啊 我幹嘛要買菜 妳家又沒有很多人 然後我們冰箱全部分時候 都要把它送送人了 我從今天開始要吃素了 還有因為我們收到訊息是三月會嘛 我們在想說 馬來西亞爐素108天 我到最後08天 倒數的時候再來吃素就好了 所以我就很投機 一息再次很會投機取巧 對…很投機 好 那我聽阿婆這樣講的話 她說要從現在開始吃素妳不知道 我說喔 這樣子喔 那我應該要跟你一樣 學習你的精神了 我不可以再這樣混水摸魚的 這樣子數十一陣子下來 妳的身體健康都很好嗎 最大的體會就是 我本來冬天的時候都會過敏 皮膚會過敏 皮膚會過敏 就很不舒服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就會 去冬抓西抓的 蓋子被子熱然後就癢 特別敏感 是 然後看醫生有看喔 不是沒看喔 還是沒有辦法根治 是 大概我正在想說 肉類吃太肉了 人家吃毒 然後我就吃素的 培訓到現在應該前後有兩三年了 結果竟然那個過敏就沒有了 對 跟小朋友我們有一個帶動 我說 小朋友我們今天來做一個素食帶動 好不好 好 一天五蔬果健康跟著我好 紅蘿蔔啊 紅蘿蔔啊 豆子啊 豆子啊 香蕉啊 香蕉 小朋友都非常的開心 帶動唱的方式是不是 這樣子他們小朋友就會站起來 對 天天五蔬果 健康跟著我 紅蘿蔔啊 紅蘿蔔啊 豆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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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對 就玩得很開心 我又跟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看獅子跟老虎 都喜歡吃肉 說他們很兇 會咬人 還有牛 麻 羊都吃草的 他們都很刻苦耐勞 都幫主人做好多工作 主人都好高興 我就會試問他們說 你們喜歡當哪一種 結果他們沒有 幾乎都不會選獅子跟老虎 他們說我喜歡當牛 喜歡當馬 當羊的 就這樣子 說的也是 其實像這樣子用一個 小朋友們喜歡的方式 然後這樣子慢慢的帶動他們 讓他們認識天天五蔬果 健康跟著我 對不對 感恩師姐 感恩您 感恩您